我们已经来到了全新换代的CRV车旁 按照惯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它的整体外观设计 车头部分可以看到已经沿用到了本田最新一代的设计语言 包括一条镀铬一直贯穿到它这整个车灯 让它的车灯也形成了上下分体式的一个感觉 上方为它的日间行车灯 而下方为它的LED静远光灯的一个搭配 再来就是中网位置也与之前上一代车型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使用了一整片的一个黑色的中网来凸显它整个运动感 而且这一代的CRV很明显能感觉到 由之前比较圆润的一个设计 更换成为了现在比较低矮化 比较扁平化的一个SUV的一个设计 再来就是它的前杠位置 可以看到它的前杠幅度是非常大的 刚好与车头车灯位置比较狭窄 形成了一种反差的关系 看上去的视觉效果重心会往下降 然后让整个车头的视觉效果都有所降低 这也是我觉得新一代的CRV设计方面最为突出的一个部分 我们再到它的车身侧面来看一下 我们来到了换代的CRV的车身侧面 车身侧面很明显能感觉到 基盖与A柱的位置形成的夹角 会比之前的CRV车型来得要更加的垂直一些 我觉得这样的设计抛开了它的圆润的设计 会让这一台CRV看上去更加的运动 豪华感也有一定的提升 尾部也同样 它的车顶会向后有一个更长的延伸 不会像上一代车型一个圆润的下来的一个造型 包括搭配上它的整个车侧会看到它的尾灯部分 让整台CRV的这种运动质感有了明显的提升 再来就是轮毂部分 轮毂部分我觉得这也体现了本田实用至上的理念 在这辆次顶配的CRV车型上 只配备了一个17寸的一个轮毂 可以看到它的胎臂非常的厚 这样就让这台CRV在行驶途中的这种路面舒适感会非常非常的好 再来就是它的顶配车型也会升级到18寸的一款轮毂 车身侧面同样与之前一样 会融入一些镀铬的配饰来增加它的豪华质感 我们再去它的车尾部分看一下 我们来到车尾部分 这辆换代的CRV整体尾部的设计我觉得还是延续了之前上一代车型的整体设计语言 不过在车灯位置包括整个尾部的造型看上去会更加的精致 它的一个车灯使用了一个树向的LED车灯配合上它的LED灯组的一个构造 看上去整体的美观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再加上下方双边双出的一个排气配合上镀铬的排气罩 整个尾部的质感还是得以了保留 我们已经看完了全新换代CRV的整体外观设计 我觉得这一套设计语言对比起之前的CRV车型 它整个线条会更加的硬朗 也抛弃了之前比较圆润的一个设计 这样的设计会让人觉得更加的运动更加的清爽 也会更加讨年轻人的喜欢 我们赶紧去内饰看一下整体内饰的变化又有哪些 我们已经来到了全新换代CRV的内饰 整套内饰给我的感觉会比之前的CRV车型要来得好上许多 因为整套设计的感觉已经符合了当代的一个设计理念 包括使用到了液晶仪表 而且液晶仪表的显示清晰度和它的这种钻速时速的搭配 我觉得看上去非常的不错 再来就是这套中控车机使用了一个悬浮式的屏幕 对比起本田之前的车机 这套车机的易用性 包括它的流畅程度也会好上许多 日常能使用到的一些功能 它也给你配备了 但是相较于现在的新势力品牌的一些车机 确实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包括左侧提供了物理的一些按键 音量的旋钮以及切割的一些按键 这些按键的加持还是体现了本田实用制上的理念 还有就是下方的空调操作面板也使用到了实体的空调操作面板 这样的设计会让你在开车的途中 盲操真的是非常的实用 在这种实用制上的理念当中 它又把一些显示屏幕融入到了这个旋钮当中 这样看起来它的科技感也会有一定的增强 下方是它的手机无线充电板的一个位置 包括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储物格 这样的实用性还是相当不错的 中间还融入了USB以及Type-C的一个充电接口 后方就是它的换挡区域 换挡区域还是使用了传统的机械挡霸 包括左侧有一些模式切换的旋钮 以及陡坡缓降电子手刹这一些功能集成在了当中 后方有两个杯架 还有一个储物格的一个设计 包括它的中央扶手箱的深度真的非常不错 虽然开口不算特别的大 不过面对日常使用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上方还给你配备了一个小桌板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本田真的是一个实用至上的一个品牌 它不会给到你很多花里扶哨的一些功能配置 但是把你能基础使用到的日常使用到的这些功能 都是很好的体现在了整车的明面上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用户去选择本田首要的第一个原因 再来就是整车的质感部分 手能触及到的位置 还是使用了很多的软质材质 不过中央的这块挡霸台并没有使用软质的一个包袱 我的脚靠在这个挡霸台上还是觉得有一点点的硬 门板我觉得整个设计感非常不错 融入了一些亮黑的一些装饰条 包括双拼色的一个皮质的搭配 整个门板的设计感还是非常的足 再来就是空调出风口的位置 也是这一代CRV我非常喜欢的部分 使用了这种无机调节的一个旋钮 然后控制它的风向 我觉得这一点设计感 还是有的那看完了这台CRV的前台表现 我们再去看一下它的后排空间表现 因为在当年CRV可是凭借着它的后排空间 占据了紧凑及SUV市场的一席之地的 我们来到这台CRV的后排 后排我觉得整体的空间表现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包括腿部空间一拳两拳左右的腿部空间 头部空间也有一拳四指左右的一个头部空间 前方是我的标准架速位置 我习惯调的比较低矮 比较靠后的一个架速位置 所以说能有这样的一个后排空间表现 我是非常满意的 而且只让座椅乘坐上面的舒适度 我也觉得非常不错 首先就是它整个坐垫是非常高的 能对我的大腿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乘托 再来就是这个靠背位置 它的腰托其实是比较顶的 然后我坐在上面能长时间乘托 我的背部我的腰部 不会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压力 而且坐在这台CRV上整个视野的通透性 包括有全景天窗的一个搭配 让整台后排坐进来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压抑的感觉 只让座椅使用了一个棕色的一个座椅 高级质感还不错 后排配备了空调出风口 以及下方的两个USB的一个充电接口 那后排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后备箱空间表现又如何 我们打开后备箱 看一下新一代的CRV整体的后备箱空间 不论是它的纵深空间还是宽度 我觉得都是有所保证的 而且整个空间的使用率是非常的高的 轮拱部分有一个镂空的一个设计 而且这一块盖板在原厂出厂的时候 是放在上方的 它也可以拿取下来放在下方 这样就让整个后备箱有了一个联通的空间 这样的空间使用率会更加的高 而且后备箱也是支持了四六比例的座椅放倒 再来就是它的动力以及售价部分 动力部分还是沿用了之前1.5T地球梦发动机 配合上CUAT的一个变速箱 最大马力来到了193匹马力 243牛米 再来就是它的价格部分 价格部分从185,900到249,900的一个售价 提供了两驱四驱可选 再来就是我觉得这一台CRV 在面对现在紧凑齐SUV市场 国产自主品牌的一个冲击 它的这一次换代来说 我觉得还是非常成功的 不论是它的外观设计 还是再到它的内饰 更加的年轻化 这样也能打动更多的年轻消费者 去选择这台CRV 那你们会喜欢CRV吗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留言 感谢观看